嗨 大家好 我是小凱老師 要跟大家分享一個很重要 很重要很重要的消息 就是趕快訂閱 女人我最大YouTube的頻道 裡面有我精彩的美妝教學 要給你最時尚的完美妝容喔 接下來我要講我覺得 這是每一個人 都很重要的一個地方 叫做眉毛 對 因為眉毛會很容易影響 你今天畫的整個感覺 你覺得眉毛 是你全身最重要的地方 不是 我說大部分 對每一個人講眉毛 因為你有時候 你都畫得太驚訝 他就覺得說你今天怎麼了 或是一高一低 對 一高一低 而且會很容易就是 影響你整天的狀況 然後我就是屬於那種 我很討厭我的眉毛 因為我以前眉毛是蠟筆小新 非常 對 非常粗 然後我就覺得很痛苦 可是因為後來大家 比如說流行就是比較 平眉 然後眉毛要比較 就是細一點 然後可是因為 流行都會換 哪有都粗的 有 都會換 有一陣子 有 偷口的時候 偷口還有鎮繡紋 那些 有 還有 好險 然後都掛到太陽穴那樣子 又有 對 對 可是因為我就是很不會畫 而且我眉毛又很黑 所以我不能買那種 就是我必須要有眉筆 又要有眉粉 然後最後還要再染眉膏 把眉毛就刷得比較沒那麼黑 要不然我眼睛又大 然後眉毛又出 看起來就很兇 所以我覺得 希望老師那個 就介紹給我 就是一款比較好 還是要不然就剪瀏海好了 對 不要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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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有說過 開始剪瀏海 就是認老的意思 所以不能剪瀏海 千萬別剪 哪一個老師 哪一個老師 可美 妳到底要怎樣 我都會這樣 沒有 沒有 其實妳不用蹲 這是順序 完全遮住 真的還要剪 一樣 一樣 怎麼會這樣 我趕快退下 下來吧 老師為我們示範一下 這一次得獎的眉筆 有兩個 它有一支眉筆 還有一支是染眉膏 我先介紹眉筆好了 這眉筆可能很多人家裡都有 真的 然後這是日本 很有名的一個美妝品牌 然後它的這個眉筆的特色 是三合一 對 有刷子當然不用說對不對 這是基本配備 然後刷毛不會刮 不會透 有的刷毛好利 對 一刷到自己的眉毛也疼掉了 對 甚至把妳畫好的眉毛都刮走了 對 所以它這個眉刷軟硬適中 然後這邊就是眉筆 對不對 轉出來 然後它是屬於偏扁的窄型的眉筆 所以比較好畫 然後第三個就是這邊 是眉粉 中間有眉粉 這是眉粉 所以你帶一支出門 等於帶三個工具 很方便 很方便 好 我們就直接來畫逸凡 好 它絕對是要偏粗眉 對 它現在太細了對不對 對 我們先畫一個 它古裝的那個眉毛 COCO眉 古裝 以前都流行這種很細的 對 清朝時期的 現在是陰落眉 對 其實看起來會比較不夠 怎麼講 沒有修飾到它的臉型 所以其實 逸凡其實很需要靠眉毛的形狀 來修飾它的五官 比如說我們稍微把它畫粗一點 這眉筆的好處就是 它這樣可以用暈的方式 輕輕的 慢慢變粗這樣 對 慢慢把它擴散 擴散 像打影子 對 然後尾巴要把它 眉峰要把它往後加長 然後像它眉頭這邊也要稍微加粗 這邊要把它這樣 往上加一點點 這樣變粗 然後再來就要用 對 像是原粉 對 眉粉的地方 這眉粉 對 然後就這樣 把它這樣壓上去 就像我們打好底要定妝粉一樣 對 讓它有一個好像眉毛的影子 對 我現在這麼自然 這樣 像天宿 線桃舞 然後眉毛這樣就 五官會比較低 真的 不一樣 對 然後這個還可以畫一個東西 什麼 筆 對 你看 你看 這盒整一是四合一了 而且就跟你的眉毛 眉色一氣呵成 立體 非常好用 變好挺 真的 然後你看尾巴很多人 畫出收尾會收太尖 就會不得了 對 要糊糊的 糊糊的 對 所以你就可以用這個把它 鼓開 明白 原來那個那麼好用 然後就不怕你出油 然後基本上這一支 就稍微摸銀這樣 摸銀 再順一下 對 然後如果你有時間 再刷個染眉膏 這個 這一支 染眉膏 好小一瓶 對 很美 好可愛 好小 這是專櫃的 然後這個的功用 其實除了調整眉色 其實亦凡它有 它是有眉毛的人 對 可是我們讓它眉毛 稍微毛流整齊一點 要把它抓好一點 這樣 它就比較會有立體感 等於是從平面的皮膚到 立體的眉毛都有一個 一氣呵成的效果 好 這樣子 先用眉筆加出輪廓 再用眉粉暈開定妝 最後刷上染眉膏 眉型馬上變得立體又自然 妝容更加分喔 一瓶 好 好 我詞